新政策能有效催生嗎 即將要生孩子的黃小姐 她就說下個月就要生寶寶了 本來還在跟先生討論之後 要不要再生一個 現在聽到有新政策要上路 對生第二胎的念頭更放心 但是也有年輕的小姐是說 補助雖然不錯 但是對不生小孩的人來說 幫助還是不是很大的 摸一摸肚子 下個月就要生小寶寶的黃小姐 現在可以更放心了 聽到安心聲 政策配合修法後上路 黃小姐可是舉雙手贊成 認為是催生的一大原因 本來還在考慮要不要生第二胎 現在政策即將推出 不只對產檢架 還有育嬰架津貼都有明顯增加 還可以夫妻兩人同時請育嬰架 這消息對很多媽媽來說 都是母親節前夕的好禮物 爸爸也有這個福利的話 就可以輪流交換這樣子 會比較減輕媽媽的一些負擔 然後多一點時間陪小孩 然後在家裡的經濟狀況 也會比較好一點 孕前的產檢架 孕期的工作時間調整 產後育兒的津貼增加 確實讓部分女性的生子意願增加不少 但對不想生孩子的女性來說 吸引力依然不夠 新政策預計七月上路 對有生子計畫的女性來說不無小補 但對沒有生子計畫的來說 還是沒地方不 華視新聞劉宜鈺 江玉文報導 這裡心用刊子 配合的 好 喊